来 这是四十五路公交车的分布图 能不能凭你的记忆 把乘客坐的位置给我标注出来 应该可以 来 车的前部有两个人 这儿站着一个男性 大概三十多岁 穿着一个花承衫腰间别的一个钥匙 一直在录视频应该是一个主播 这儿坐着一个旧男 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 戴着耳机 这儿坐着一个大衣 大衣脚下有一个蛇皮袋绿色的 里面装的好像是西瓜 她的后面坐着一个阿姨短的发略微的有点发福 戴着一个黄色的编织袋 装的好像是药 隔了一个座位 这儿坐了一个大叔 大叔有一点点蟹顶 脚下放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我们俩坐这儿 我们下车的时候上了一个男性 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然后这儿坐的就是那个灰色套装的 应该是嫌疑人吧 脚下放着那个红色的袋子 小猴子 你这记忆力惊人哪 我 我是做游戏的 就习惯了这些人物跟你场景 你学的专业就是做游戏了 对 那上学的时候一定做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吧 也 也没有 就是下意识的职业习惯 这种训练挺实用的 我记得景校的行侦专业 也有类似科目的训练 是吧 叶前 没错 是不是所有的地方 只要你去过一次之后 啪 一下子进到脑子里了 差不多了 刚才从公安局的大门 一直到这里 能不能凭你的记忆力 把整个的布局画出来 我试试 来 让我见识见识 我去过去 我去过去 找个人 我去过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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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有一些记不太清了